十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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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国第一国 汉兆 汉兆存在于304年至329年 汉兆又称前兆或伟汉 十六国时期列国之一 是西晋晚期 由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政权 304年11月 刘渊以赴汉为名 在金山西省黎石县及汉王位 改元元西 国号汉 308年10月 刘渊正式称帝改元永奉 309年迁都平阳 310年病足 长子刘和吉卫 被树地刘聪篡位 313年刘聪夺洛阳 扶杀进淮地 316年 又灭亡位于长安的西晋 残余势力 329年 后赵军乘胜西晋 前赵太子刘兮 既长安而奔于金甘肃省天水市 9月 后赵石虎攻克上规 杀死刘兮及文武百官 汉赵政权灭亡 汉赵享国25年 共产生五帝 他们是 汉光文帝刘渊 汉废帝刘和 汉赵五帝刘聪 汉隐帝刘洁 汉赵文帝刘耀 第145位 汉赵第一帝 汉光五帝刘渊 刘渊 汉赵开国皇帝 在位六年 匈奴首领莫独禅于后代 男匈奴禅于于夫罗之孙 左贤王刘豹之子 刘渊文武双全 擅长骑射 父亲死后 接掌部落事物 拔王之乱时 趁着西晋内乱 割据兵州地区 建立汉国 设置文武百官 追尊汉朝皇帝 永家二年 正式称帝 年号永奉 刘渊人贤纳贱 攻减勤劳 历经图治 第146位 汉赵第二帝 汉废帝刘和 刘和 刘和在位六年 汉光文帝刘渊长子 刘和雄伟刚毅 好学早成 出败大司马 封为梁王 但刘和猜忌诸王 玉下无恩 永家四年 刘渊去世后 正式即位 不久 图谋铲除四王 反被弟弟刘聪所杀 第147位 汉赵第三帝 汉赵五帝刘聪 刘聪 在位九年 汉光文帝刘渊帝四死 刘聪骁勇超人 博览京士 文武兼备 帮助父亲建国 摆大司马 大蝉鱼 刘聪发动政变 誓杀皇帝 兄长刘和 夺权即位 在位期间 派兵攻破洛阳和长安 俘虏并杀害 近淮帝及近敏帝 制造永家之乱 覆灭西晋王朝 刘聪大力开拓疆域领土 采用胡汉分治的政治体制 统治后期 疏离朝政 纵情声色 妄刑杀戮忠臣 宠信宦官和禁准等人 导致国家日益混乱 第148位 汉赵第四帝 汉隐帝 刘杰 刘杰 在位两个月 刘聪的儿子 金山西新州人 太兴元年 刘聪去世 刘灿即位 改年号为汉昌 刘灿即位后 沉眠酒色 甚至与其父的四位皇后淫乱 有大四诛杀辅政大臣 将军国大士 全权交给禁准决断 不久 尽准发动叛乱 派兵士抓住刘灿 数落刘灿的罪名后 将他杀害 第149位 汉赵第五帝 汉赵文帝 刘耀 刘耀 汉赵末代皇帝 在位十年 汉光文帝刘渊从子 刘耀善于蜀文 公草疏力 自幼聪慧 气度非凡 汉赵建国开始 即为之争战 参与勇家之乱 覆灭西晋王朝 平定外期 进准叛乱后 登上地位 迁都长安 光初二年 改国号为赵 供奉莫独禅语 同年 大将军 石勒自立 刘耀的前赵 与石勒的后赵 战火不息 在位期间 向西攻打 仇池和梁州 向东抵御后赵 对内提倡汉学 设立学校 发展文教事业 光初十二年 被石勒索服并杀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明镜茜茜